好,我们台湾的限电 我们必然再来看一下台海之间的局势 台海在两岸之间 已经到了最后最关键的时候了 应该是接近最后的时候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量的国家军队 直接到南海附近 包含六国军队 或是之前的跨12个时期的军队 来做军事的演习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对于军事演习 它是一个好之不菲的一个行动 如果说像我们台湾国内的一个 本地汉光演习 或是中国在他们境内所做的各种夺岛演习 这些花费就还好 但是如果要像美日印澳 或是英国法国等地的军队 都要绕过半个地球 或是至少也得几千公里的 来挺进到南海 或是印度洋附近的海域进行演习 要花的钱 基本上跟打一场仗是差不了多少的 尤其是现在能源短期的状况 这个要花的钱 对于一些国家来讲 那不是只有心疼而已 那基本上是肉疼 而且肉的疼已经疼到骨子里了 那么疼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这些演习 是不是能够对他们形成的威胁呢 老师这里很简单的说 这威胁肯定是没有 而且中国私底下 可能还会非常欢迎这些国家 来印太地区 甚至南海来进行演习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在你面前打给你看 而且都是这些实战的经验来去跟你演练给你看 这是多么宝贵的经验 你们会怎么样的配合 会有怎么样的机具 调动什么样的武器 还有你们人缘之间 彼此之间怎么协同作战 这基本上都是中国海军可以学习的地方 所以这些大型的多国军演 实际上是给中国的一个实境秀 告诉你我们是怎么样来打仗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次的经验是什么 中国是在这些国家的联合军演之后 或是快结束的时候 自己也办几场军演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对方才表演给你看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演习 怎么样打这个海战 那么现在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揣摩一下 直接把它怎么样 把别的战术给其他的兵器推演 放在实际上的状况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海军 是从来没有打过海战的 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 所以他们缺乏的就是实战的经验 不然中共早就在李登辉时代 发表两国论的时候 海军就不会被美国的航空母舰所逼退了 而现在世界各国 应美国的邀请 已经在南海还有日本海的进行了军演 恰恰给中国的一个究竟观察的机会 看看别人的海军到底是怎么做的 所以我们台湾还有一些政客 真的是欢欣鼓舞 欢声雷动 认为是全世界的军队都来 率领他们的什么王者之师 来保卫我们台湾 其实很多时候 中国比我们更欢迎他们来 好看又免付费 对不对 这个对中国来说 真的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利多 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军演他从来不是真正的战争 是类似战争 而不是真正的战争 真正的战争短兵相接 不是你军舰派过来 然后泡打一打 就可以直接开火攻击 然后一个月内直接快闪 然后我们就各自清理战场 各自回各自的国家了 这种打战方法在内陆国家是可以 例如什么 例如欧战 欧战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欧洲各国自己在打仗 根本没有关系 然后他就说是世界大战 这世界上大部分没事 就你们欧洲有事情 对不对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基本上是内陆型的战争为主 怎么打都还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以陆战为主 无论是日本的在中国的战场 或是德国的坦克部队 还是俄罗斯的红军 都还是以各自接邻的地区为主要 所以说你看 俄罗斯他不会打到比较难的地方 有也不多了 是有了 但是也不多 所以美国当时一开始不参与二战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是独立的大陆 所以基本上别人也不容易去进入 就像日军侵华 他也得军队已经登岸之后 再给你做个七七如公小事变 那才能开打 就像是过去在清朝的甲午战争 他只是打海战 海战打完了 你也只能坐下来谈 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陆军没有投放在我们的国土上面 所以说军队一旦登陆在陆地上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海战打完 你一定要陆军上去才行 所以无论是六国军队还是十二国军演 这个对于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威吓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建立起半个地球这么长的补给线 也就是说欧洲军队要来打中国 他必须怎么样 绕过俄罗斯 那肯定是此路不通 俄罗斯不会让他过来的 如果要从印度那里打过来 那就必须经过了什么 马六甲海峡 包含了马来西亚 新加坡越南等地的这些东斜的国家 那这条路上 你想让他们去给你这些补给 去打中国 人家大概率也是不会去理你的 更别说想从陆地上 他的欧洲军队要从叙利亚 伊朗 伊拉克 然后一路走到阿富汗 再从阿富汗或是印度来直接入侵中国 这个你可能还没有靠近 大概率就被中国的陆军 或者是导弹把你打烂了 说印度就算了 印度他本来跟中国就不太好 但是阿富汗的塔利班 你将会让你去越过他们的国界 然后去打中国吗 也不可能 那就从印度进来 你也过不了喜马拉雅山 说这个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欧洲的军队是无论如何 都无法替台湾做什么 为什么他没办法替台湾防御 因为军演可以 但是打仗 那就完全没有办法的 就是全部的军队都从印度集结完毕 不要说印度会不会限电 然后供应不起你的补给了 那你要完成这些集结 跟补给现在建立 你也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这个还没有集结完毕 这个基本上你经济就先断 断开往来了 难道欧盟会因为台湾的民主 然后去牺牲他们自己国家 对中国的经济 还有他们广大的士兵的生命吗 澳洲更不用讲了 澳洲怎么样 澳洲距离台湾有2000多公里 这基本上澳洲是没有办法直接从澳洲 直接投射军队到了台海之间 这可能走到一半他就没办法了 他就没得补给了 就算可以他的投放过来 等他过来的时候大概也打完了 我们各自已经在清理战场了 所以唯一有能力投放军队到我们台海战场的 当然就是美国 美国在日本跟韩国都有基地 所以基本上补给线他的战力是有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 美国他的补给线是很强大的在我们亚洲地区 但是美国在日韩两国的战力 有多强的 他有没有办法打败中国 当然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他可以做到什么 他可以做到辞职 就是说我们要抵抗他一阵子 然后大概可以抵抗多久了 大概顶多也大概一两天 这个是有公开的说法 这不是老师自己讲的 那是有公开大家评论 技术专家有评论过的事情 所以说只能辞职 是没有办法战胜的 而美国要从其他地方 从他的基地来调派这些军队 来去应援台海 至少也需要七天的时间 也是一周五到七天 所以时间上也是来不及的 所以各位有没有记得老师说的 中俄之间一旦达成了军事结盟 就会形成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联盟 这个好像是去年底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谈到 中俄不能太快结盟 或是签订任何的军事结盟 因为这件事情只要一成功 全世界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或是一个组织 是胜得过中国加俄罗斯的军事联盟 因为他们是最大的了 而近日中俄之间进行了联合的海上军演 当然这不是第一次的中俄联席军演 大概是第10次 应该第10次的联合军演 但是在规模上 中国这一次所派出的是万顿级的驱逐舰 包含了什么 包含他的首舰是南昌舰 还有昆明舰 滨州舰 柳州舰 演训在哪个地方 演训在日本海的彼得大地湾附近的海域所举办的 各位有没有听出来老师刚才讲什么 这个东西中俄他在海上联合军演 却在日本海上面来举行 这个地方就很有趣了 因为最紧张的当然就是日本了 因为日本跟俄罗斯 本来就有北方四岛的争议 这关系不是很好之外 现在中国跟俄罗斯 又加紧在日本门口来跟你进行了军演 一方面磨合双方语言沟通的一些障碍跟差距 一方面相互进行什么样互相支援的联合防御 这对日本来说不能只是说是如芒刺在背 根本就是握他之伴 不要说启容他人酣睡了 根本就是你的床旁边就站了两个人 一直盯着你看你睡着了没 对不对 你日本怎么睡得着呢 吓都吓死了 对不对 而这问题不止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场联合海上军演 对中国的意义与帮助是很大的 因为要论到这个海战上面 最重要才有潜舰 还有反潜作战的经验 俄罗斯还是远远超过中国的经验了 应该说这个潜舰的问题是俄罗斯的强项 而之前美军的这个海狼级的康乃狄克号的潜舰 为什么被撞 还是撞到什么东西 这个当然没有说法 但是这个当然大家都在猜 很多很值得玩味的东西 但是没有人知道 但是中国缺乏的 究竟都还是海战的力量 而日本对于海战还是很强大的 这日本的海上的自卫队力量 其实这要打中国对上日本 中国还不一定可以逃到什么样的便宜 但是如果把他加进来俄罗斯 那么日本是基本上就是没戏了 这相信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 因为中俄加起来的军力 是愿超过日本太多太多了 而俄罗斯的潜水艇 可是跟美国有一拼的一个实力 而美国又不可能把全世界各地在服役中的潜舰 拿来到台海或南海的地方准备作战 但是如果真的打起来了 俄罗斯他能够派到台海跟南海之间的潜舰的距离 绝对是比美国派过来还来的快 这个是实在的 所以在军事上面来讲 台海一战 世界各国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过来救援 也没有意愿跟这个实力来过救援 但是话虽如此 俄罗斯当然也不想因为台湾问题去延烧到他自己 所以上次普丁大帝在这个专访的时候就有谈到 中国要统一台湾靠经济就可以了 不用动武力 这是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因为他其实也是要表明的 我实在很不想跟你们缴获在一起 现在我靠天然气就可以赚大钱了 我干嘛去打仗呢 我们就卖能源他能不香吗 是不是 说现在遇到台海危机的问题 他现在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如果你要期盼其他欧美各国或是澳洲或是印度 他愿意派大量的军队过来 在中俄联合军演这个状况之下 相信其他的就算要援救的部队 他们也会投鼠忌器 因为中国你可能惹得了 但是你俄罗斯你是无论如何都惹不了的 包含欧盟这些的国家 对于二战俄罗斯的这个阴影还在 所以说你只要谈到俄罗斯 就跟台湾人看到共产党一样 对不对 大家都开始怀疑 他开始害怕 是不是 说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下一段